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福斯新闻则报道称 一名CBS新闻记者询问拜登电邮门一事 拜登则表示 这只是政治攻击 但这位前副总统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切的答案 然而邮件如果遭证实 那么拜登就有贪腐的嫌疑 今天 众院共和党人更是敦促联邦司法部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 今年 选民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目前已经有2800万张选票被统计 占2016年总票数的20% 而从本周起 实体投票站也开始在多个关键摇摆州陆续开放 其中 佛州今早的投票站开放后 立即吸引了大量人群 即便下起大雨 人们仍撑伞排队等待投票 截止周一中午 佛州已经收到了240万张选票 其中30%的人注册为共和党 49%则为民主党 20%没有任何党派背景 政治分析家表示 无党派选民越来越多 成为佛州的新趋势 而根据Yahoo与YouGov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已经超越川普11个百分点 但很多共和党选民预计会在大选日才投票 这能否让川普完成翻盘 还有待观察 总统大选已经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而全国的新冠病毒新增病例仍在不断的激增 单日平均新增病例目前已经达到了5.6万宗 其中西部地区的疫情恶化情况较为严峻 威斯康新州的住院率破了记录 而检测阳性率也接近25% 此外 西南部的疫情也出现了上升的势头 新墨西哥州的住院人数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倍之多 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病例继续激增 在过去的一周里 平均每天新增5万6千种病例 而国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 将最近的病例激增归咎于人们对防疫的疲劳产生了松懈 中西部地区正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 本周末 威斯康新州的住院率打破了记录 而检测阳性率也接近25% 此外 同样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伊利诺伊州 尽管检测阳性率为最低的州之一 但最近几天 该州的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都出现了上升 尽管目前的新增病例急速增长 但防疫专家福气并没有主张再次对全国实行经济封锁 而新南部地区的疫情也在恶化中 新墨西哥州自本月初以来住院人数增加了一倍之多 对此 该州州长发布了新的防疫规定 限制集会人数不得超过5人 并要求提供酒精的场所在晚间10点前关门 与此同时 总统川普今天前往亚利桑那州 举行了两场造势活动 其中就包括图森市 该市市长警告川普 必须遵守室内的防疫限制 包括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然而参加集会的人大多数都没有佩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而对于福气的防疫理念 川普给出的评价是 福气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加州新冠死亡人数逼近一万七千人 位列全美第三 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总统大选的同时 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也如火如荼的展开 州长纽森今天宣布将建立一支专业工作组 来对FDA批准的新冠疫苗进行二度审查 而第一批疫苗可能会在2021年年中左右向公众开放 截至今日上午 加州中内的新冠死亡人数正在逐步接近一万七千人 位列全美第三 第一是钱重的去纽约 死亡三万三千人 而第二是德格萨斯州 死亡一万七千多人 同时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中 周周纽森发出声明 加州政府将组建一支由州内医学专家组成小队 来对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未来批准的新冠疫苗 进行二度审核 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柳森指出 在初步上市阶段 新冠疫苗的供应将十分有限 他表示 除去医疗工作人员 周内的抵抗力低下的高位人群 也将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然而 就疫苗的供应时间而言 大多数民众的接种日期 可能将发生在2021年 截至今日 加州新冠确诊总数 还是保持着全国第一的水平 病例数高达87万6千人 同时 据最新数据在过去七天 加州的单日新增死亡人数 大约在57人左右 而新增确诊病例也下降至3000人以下 同时 阳新确诊率也进一步下降 是2.5% 难产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法案 事生失死 本周将见分晓 中原议长佩洛西表示 如果明晚两党人没有达成一致 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选举前通过法案 这项工作也将交给下一届的议会 而共和党本周将对两个法案展开投票 继续试探民主党方面是否会妥协 千呼万唤都出不来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法案 本周将迎来自己的最终命运 白宫 共和党与民主党就第二轮经济刺激法案 已经互相扯皮了快半年时间 佩洛西表示 本周二两党要对关键议题达成一致 否则新法案只能等到大选以后 共和党人希望 在一份综合的经济刺激法案 无法通过的情况下 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商讨 分批通过 先解决一些人的燃眉之急 所以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本周将对两个法案进行投票 一是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二是一份价值5000亿 但此前遭到民主党拒绝的 共和党版本经济刺激法案 如果两党无法达成一致 共和党希望给民主党最后两个选项 看由民主党控制的重院是否会妥协 全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经济刺激法案对上百万失业者来说 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而更多人则担心 美国第三季度GDP 与一众公司财报即将出炉 惨不忍睹的数字 可能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打击 相较之下 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速 则达到4.9% 虽然未完成官方此前设立的预期 但在疫情冲击之下 其表现可谓是相当亮眼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剧 意大利过去24小时内 确诊11705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高 总理孔帝宣布一系列的新防疫措施 呼吁国民都该尽一份力 以免全国封锁严重损害经济 并且强调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仍然是戴口罩 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 意大利卫生部周日指出 过去24小时 境内通报新增 11705起新冠状病毒疾病 确诊病例 创疫情爆发来的单日新高纪录 超越前一天通报的 10925例就记录 由于出现第二波疫情 意大利当局已经下令采取新的防疫措施 根据新规定 餐厅需公告人数上限 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午夜 每桌用餐人数最多6人 酒吧如果无法提供餐桌服务 给入座的客人 则需要在晚上6点结束营业 各种业余体育活动也遭到禁止 另外当局将会错开学生到学校上课时间 以落实社交距离规范 在意大利非常普遍的地方庆典与市集同样被禁止 意大利农牧协会指出 这将会影响国内34000份工作 和全年营收9亿欧元 不过总理孔帝说明 这些措施应能使我们 面对这波严重影响 意大利和欧洲的新感染潮 我们不能够浪费时间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 遭到新冠状病毒疾病重创的国家 境内至今 累积已超过414000人确诊 36543人并没 而目前全球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破4000万例 且截至18日晚间 全球至少有111万1152人不知 智利去年因为地铁票涨价 引发了反政府示威 今天满一周年 首都镇底牙哥 昨天超过万人参与了街头示威 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并放货烧毁了两座教堂 据了解智利25日即将举行 关键性的公投 将决定是否废除 独裁政权时期制定的宪法 大批示威者18日一早 在智利、圣地牙哥等城市集会 他们举起自制的横条 及口号牌 呼吁其他人 在下周25日的公投当中 为废除独裁时期宪法 投下赞成一票 这也是去年示威的主要诉求之一 各地示威起初大致和平 但之后发生了暴力事件 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有超过15个地铁站一度关闭 有人向警署及教堂投掷燃烧弹 智利政府则派出水炮车 想驱散民众 没想到却因此激怒更多人 他们拿起石块 棍子甚至是滑板 攻击水炮车上的镇报警察 大约有十多名警员受伤 至少十个人被逮捕 位于首都圣地牙戈的一座教堂顶端着火 塔尖烧制坍塌 尽管消防人员到现场铺就 仍无法阻止教堂倒塌 媒体报道 被彻底焚毁的小教堂 是1876年新建的圣母升天堂 又以艺术家教区之名为人所知 智利内政与公共安全部部长裴瑞斯表示 放火烧教堂是残忍表现 他也说这些暴力行径仅出自少数示威者之手 总统平年拉呼吁民众和平示威 并且遵守防疫指引 智利去年就曾经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酿成超过30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上周发生的法国教师被极端伊斯兰分子 斩首案轰动全球 直到今天已有11人被警方逮捕 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冲突也再次升温 印度军方表示昨晚捕获了一名越境的中国士兵 将调查其是否从事间谍活动 而随着无人机开始广泛投入考古工作 一个距今2000年的巨大神命图腾在秘鲁被发现 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巴黎一名教师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当街斩首案震惊全球 里昂 图鲁兹和其他一些法国主要城市 在昨天爆发了大规模民众职汇示威 声援遇害者 法国总统马克宏称血案是伊斯兰统部主义的袭击 强调当局对此绝不姑息 内政部称法国警方在今天突击搜索了很多房屋 目前已经有11人被捕 包括凶手的亲属和一名学生的家长 受害教师名叫塞姆埃尔·帕蒂 生前是巴黎郊区一所学校的历史蒂里老师 他在课堂讨论言论自由问题时 展示过穆斯林先知莫罕默德的漫画 导致遭到家长的投诉 10月16日帕蒂在回家路上被尾随的18岁凶手 阿普杜克勒当街砍杀 冲手随后被警方追捕 身中九枪死亡 与此同时 印度和中国在边境领土上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今天印度军方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在拉达克东部地区俘虏了一名正在越过中印实际空气线的中国士兵 声明中称 这名中国士兵名叫王亚龙 出身浙江 本身在解放军部队负责军械火器的装甲兵 他在被捕时身上带着军事和民事文件 印度正在调查他此次越境是否是为了执行间谍任务 冲运双方同意在26日至29日举行双边陆军最高指挥官会议 希望能解决在拉达克东部的对峙问题 并提出多项有关部队的改进建议 而在神秘古老的南美 毕鲁的纳斯卡市古老文明所留下的纳斯卡县 在今天又有了新的收获 在首都利马以南700英里的伊卡沙漠 发现了一个长达37公尺的巨大图腾 经过鉴定之后 发现它在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 近距离观察可能还无法观察到什么蹊跷 但在用了无人机俯视之后 就可以看到整个图腾像极了一只正在趴着休息的家猫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未来大量的考古活动也将投入无人机等新的技术 也有望发现更多古文明所留下的宏伟遗迹 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目前的选票内加州州内的民主党人士 遥遥领先共和党选民 专家指出两党在早期投票中的差距 来自截然不同的投票方针 与民主党相比 共和党更希望在大选当日 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 尤其是在昨天傍晚 洛杉矶当地投票箱起火事件发生之后 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更需小心谨慎 在沙加缅度地区 早期大选的投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当地政府表示 据最新数据 加州的投票状况 已经超出了政府的预期 目前大选办公室正在满复核工作 专家指出大多数早期选票来自州内的民主党选民 而许多共和党人士则希望能够亲自前往投票站 投出自己的选票 据最新数据 在目前政府处理的选票中 24000张选票来自当地的民主党 而共和党的选票只占有了9000多 专家指出 两党在早期投票过程中的巨大差距 来自截然不同的投票方针 民主党偏向于提早邮寄选票 而共和党则主张慎重考虑 并亲自前往投票站 专家指出 虽然邮寄选票十分快捷 但共和党的考虑也并非没有道理 就在昨日傍晚 沃山基Baldwin Park当地的一个投票站起火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 起火的原因 岂有可能是人为造成 而由于投票箱内 不少选票被毁 政府部门可能需要 与这些选民们 再次取得联系 莫生机政府在今日表示 部门将加强投票箱的看守 并希望还没有登记的市民们 在今日 也就是登记投票的最后一天 在网上申请 来参与到总统大选中来 加州一家啤酒厂 正在发起一项支持消防支援者的活动 据悉加州今年的山火严重 不少支援者投入到消防当中 然而其中一些 这些支援者自己的家 却遭到了山火的摧毁 该啤酒厂正推出一款新啤酒 而销售的全部所得将全部捐给受到山火影响的消防志愿者 从加州史上最大的山火前线回归不到24小时后 消防员阿萨克内勒和他的家人 就加入到了一个啤酒厂的装瓶生产线当中 据西该啤酒厂名为Tactical Ops Brewing 他们常年支持前线急救人员 目前正在生产的一种名为前线的新啤酒 就是为了帮助在山火中 也失去自己家园的前线急救人员 这位灵物局的消防员和他的妻子女儿 一起在小溪山火中工作了近两周 内勒指出 一些消防志愿者 他们自己的家就在小溪山火蔓延的路径上 许多志愿者在保护周围社区的同时 却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而将山火扑灭 对他们来说并不足够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与鼓励 因此这项公益活动 不仅是为他们鼓励的一种方式 还能给予他们一种心灵上的治愈 缺习这款啤酒 正在全力生产之中 很快便可以开始销售 我们来不来的钱 只要联系在社会上 费用什么都可以 啤酒厂介绍 此款啤酒的所有收益 都将直接捐给 受山火影响的消防志愿者 欢迎回到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在纽约为您报道 今天10月19号 星期一美国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 中央美国股市是呈现了开高走低的格局 那么中央院议长佩洛西 他在昨天表示 这个纾困谈判 他设立一个期限 就是说希望如果在这个大选前 可以达成协议的话 要在18小时 就是周二之前要达成共识 那由于纾困案的前景乐观 就推动了美股在周一开盘是高开的 道指在早盘还一度上涨了超过百点 不过恶情的持续恶化 对于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选的数据 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4000万例了 这个每日增幅首次超过了40万例 而数据还表明了 美国在周六的新增病例是超过了5.7万 虽然跟上周五的报告 就6.9万相比是有所改善 但已经是连续五天都超过5万了 这个呢也是一个恶化的迹象 那么尾盘时 由于离刺激法案谈判的期限越来越近 但是这个投资人还是没有等到好消息 因此使得今天主要股指开高走低 最后都收在今天的低点 主要股指是下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科技股表现平软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在收盘时都下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在收盘时 道指是跌410点 报在28195点 标普500指数是跌56点 最后报在3426点 而道指则是下跌了192点 最后报在11478点 那么在经济数据方面呢 今天是房屋市场的数据 这个是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在周一公布了 全国房屋建商信心指数 从前一个月的83就攀升至85 这也是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好的记录了 也好于经济学家呢 他们预期的83这个数字啊 标志着建商信心指数 已经连续第六周 是好过预期了 在个股消息方面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 这是成球第二大的油田服务公司 哈利波顿 交易代码是HAL 说盘时股价是下跌了 0.65% 收报在美股12.17美元 公司公布了亏损的三季度财报 第三季度是亏损了1700万美元 这是连续四个季度的亏损 那去年同期是盈利的 是有2.95亿美元的盈利 那么公司表示呢 这还是持续受到了需求减少 还有呢油价下跌的影响 那如果扣除了一些特殊项目之后呢 每股是可以达到盈利11美分的 集团在上一个季度的收入呢 下跌了46.4% 这当中来自北美的业务收入 也下跌了近6成7 再来关心这是AMC Entertainment 交易代码就是AMC 大型的戏院 戏院的连锁商电影院 那么由于州长 纽约州长空谋呢 他允许了部分地区 可以重新开放电影院之后呢 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院营运商呢 是宣布纽约州的AMC据点 从这周五就可以重新营运了 预计到时候会有12个据点 可以重新开放 另外公司也表示呢 在600家的据点当中 他们预计有530家 在10月底就可以重新开放 而这些消息呢 刺激了今天公司股价 在收盘时是大涨了超过16% 最后收报在美股3.54美元 好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 文威廉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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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10月19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